那很快,我们这14周的课程 今天算最后一次 那累积下来的资源 其实还蛮多的 我想各位回去之后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尽量再把这个部分做一些整理 那我把它放在网路上面 主要就是那个画面部分 但是呢,如果你可以 把这些通通都融会贯通的话 我相信你应该工作上面 一定会提高效率 应该这个可以 如果真的会活用的话 前提是活用 那很多的范例呢 大部分都是我针对 我平常会用到的方法去解决 所以提供给各位的这些方法 其实大部分都是活的 那也没有 我常常讲说 没有一个标准的解法 你可以尽量去 用你自己的逻辑 去做出你要的结果 那当然这个部分 不太容易的 但是其实 效用却很大 里面的话蛮多的 那这个地方呢 我是按照 这个我们穿上去 前面会加上日期 所以各位回去的话 也可以再作为一个参考 那另外其他的 从这个入门到进阶的 相关的范例 我想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这边有放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个也是之前遇到 就是如果你今天希望 把一些 就是你的档案印出去 印出成PDF档的话 那这个东西 其实还蛮好用的 就是这也是免费的 就是如果你列印出去 想要列印成PDF档 这个是蛮好用的 那其他的话底下 这个VB help 这个也蛮好用的 我也常常利用这个来查询 相关的函数 像C date C date的那个函数 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话 你也可以查这里面 VB help里面都有 那查询的方法 前面我好像有类似 也有跟各位稍微做个说明 其实他的使用方法 非常的简单 你把它开起来之后 不过特别注意 他可能在那个 像Window 7里面开启 好像会有问题 你可以 我印象中好像你可以按右键 还是按什么 就是用那个什么管理者身份 或者好像还是可以启动 还可以启动 那里面的话 这边有相关的函数 你可以把它点下去 像我们刚刚那个C date 这边就有了 其实你 假设你将来要查询的话 我的习惯是这样 函数里面 按照他的英文字母排列 那你可以找到 像刚刚那个C date 如果说你不太了解的话 那我以前的习惯是这样的 把它打开来之后 点一下 这里面呢 就会有相关的说明 相关的说明 另外呢 我的习惯也会看它的范例 利用它的范例呢 来做一些练习 练习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还蛮实用的 虽然这个档案不大 里面说明当然也不是 非常的详细 不过呢 就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 这些叙述也够了 OK那最后呢 这边有个叫XML范例 那等一下请各位 把这个XML范例 把它下载下来 并且解出来 那里面的话呢 我做了几个简单的范例 第一个就是 相关的把它解出来 解出来之后的话 这边有一个XML范例 那里面的话会有这个 已经做好的XML档案 一般的话呢 在资料交换 很常用的一个格式 就是XML 那XML呢 你把它按右键 像这个范例呢 开起来 建议用这个XML的 Editor这个来开 否则的话 一堆程式都可以开启 那开起来 长得都不太一样 你把它开起来之后呢 一般交换资料 它有点像资料库 但是呢 它又 这个不能够做资料库存取 主要是做资料交换用 那各位可以看到 像这边有个资料清单 里面呢 有这些项目 它其实可以折起来的 OK 那里面有几个项目 包含就是说呢 这个商品的ID 商品名称 价格等等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这些资料呢 从XML读到我的 Excel里面 并且显示正确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另外还有 还有一个是XML 是商品清单 怎么贿赂 我想各位 先把这个XML的范例 先把它开起来看一下 OK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OK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